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不过到了午后你可以看到有热对流发展起来 在花莲还有西半部近山区以及各地的山区都下起了午后雷震雨 那么周休假期的天气状况其实跟今天差不多 不过因为昨天在台湾东方海面上的热带性地下 已经减弱成为低压云气了 那么也因为受到它带进来水气的影响 各地的水气也稍稍的增多 再加上吹东南风的关系 所以未来两天午后降雨的范围 也会从山区延伸到西半部的平地地区 所以要提醒观众朋友 周休假期白天虽然都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 但是午后要特别注意受到热对流影响 容易会有短时间的强降雨 还可能伴随着雷击以及强震风 那么午后外出除了要注意天气上的变化之外 如果不想被凌晨落汤机 外出最好携带预备用会比较保险 至于在气温方面 今天全台高温都上看到32度以上 尤其因为吹东南风的关系 中南部受到过山沉降的影响 加异还飙出35.7度的高温 那么明天还会更热吗 透过地面天气图上来关心 从地面天气图上 你可以看到在华北地区有到封面系统 那么明天我们是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影响 再加上吹东南风 所以各地高温跟今天一样 可以来到32到34度 气温依旧炎热 提醒民众外出活动一定要注意防晒 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了 接着就带你来看山海气象 首先来到亚美族人的台东南雨地区 明天高温可以来到30度 要注意午后雷震雨 台东南回地区高温可以来到33度 也要注意午后雷震雨 台东市一带高温可以来到32度 降雨几率最高有50% 台东纵谷地区高温可以来到31度 降雨几率最高有70% 台东长滨城宫东河高温可以来到36度 降雨几率最高有60% 花莲瑞税玉里卓西复里高温可以来到31度 降雨几率也有70% 花莲万荣凤林光复封冰高温可以来到32度 降雨几率最高有80% 花莲市一带高温可以来到32度 降雨几率最高有70% 花莲秀林青城高温可以来到33度 降雨几率最高有70% 宜蘭地区高温可以来到29度 降雨几率最高有90% 屏东狮子牡丹满洲高温可以来到32度 降雨几率最高有40% 屏东太武来意春日高温可以来到33度 降雨几率最高有30% 屏东雾台山地门马家高温可以来到32度 降雨几率最高有60% 高雄桃园纳马下茂林高温可以来到31度 降雨几率最高有100% 嘉义的阿里山高温可以来到24度 降雨几率最高有100% 南投仁爱渔池水里新义高温可以来到31度 降雨几率有100% 台中和平高温可以来到27度 降雨几率也是蛮高的 苗栗南庄石潭泰安高温可以来到29度 降雨几率最高有100% 新竹关西间十五风高温可以来到29度 降雨几率最高有100% 北部地区乌来复兴高温可以来到31度 降雨几率最高有100% 周一假期都会是晴朗炎热的好天气 提醒参加只考的考生以及陪考的家长 最好穿着轻松透气的衣服 而且要记得适时补充水分预防中暑 另外更别忘了随身攜带雨 至于避免被突如其来的午后大雨淋湿了 接着再把时间交换给比水 感谢水汇带来的机场资讯